老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侧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侧本问了一个球兰的净杆黄斑 这球兰呢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植物 可能花众美养比较多 他说这个净杆黄斑 他说是有了两个黄叶子之后出现的 一般啊 球兰出现黄 在我们这个棚里面 我也养过很多了哈 不断是会是万巴雷克 你看他出现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冷 如果说你冷的话 冻了他容易发黄 第二个呢是强光的暴晒 第三个就是硬伤了 你比方说被虫子咬断了 或者说你不小心给舌断了 一般的这三个点啊 花众你自己排除一下 下周伯说茉莉花冬天干枯了 他这个 你养茉莉花是吧 花众你一定要盖他什么个点呢 他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他怕冷 明白了吗 你很冷了他就hold不住 你说你有暖气也好 你有暖气是不是光照就不行了 光照不行 如果说你还大水大肥 那就完了 明白了吗 万不生长靠太阳 尤其茉莉需要墙 明白了吗 我怀疑还得缺光水大 还有一个点啊 茉莉还有一个点 他害怕焊过头 如果说你干焊过头了 他容易反不过来 你看这两个点 你是中了哪一个啊 下个话 有说自这花 从底下黄叶黄到尖了 是啥原因啊 你这个吗 叶麦发黄是水大 我怀疑你这个还有点缺光 能不能给逐光的很多花 在屋里边养植子花 可以吗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么点 你光照是不是够 他跟茉莉花一样 他喜欢大阳光大水大肥 如果没有大阳光你啥子 啥子啥样都白下 明白了吗 叶 三角梅呢 这就不喜欢大水 他喜欢大阳光 水肥的不用多给 下个周宝说 自这花一天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要嘎了呀 你开窗通风 零上五度 它是冻伤了还是缺水了 你浇一遍透水 正常晒太阳 不要在那里冻着了 自这花 它在 你像那个小叶子 你这个应该是大叶子 在南方地区 在福建地区 云南地区 它都可以过冬 你要是偶尔那么几天 三五度没事 这个问题不当 还能反过来 下个周宝说 叶片干焦了 捡过尖了还这样 龙小树这样发黑 它是底下水大 有点欧根 明白了吧 还有一个呢 你养这种龙小树 你是需要上面长得很旺 还是下面长得很旺 如果说你就很随缘 那它上面长得不好 你就 你也随缘就行了 摸摸盆筒 不甘尽量别焦 你的水量焦得很多之后呢 你看你周边这些 它长得确实很旺 而上面的就忽略掉了 懂了吗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 给你分享 很多用的洋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洋花正转一 白了车包 是钮 一些曼花 是钮 这边的是钮 木鱼 吻钮